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建立整个他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一个重新解释 就成为了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一个前提 或者说是一个基础 同样的我们要理解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也要理解他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一个重新解读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尼佩菲尔就认为 他说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具有突出的地位 就是从博士论文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从1840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到关于菲尔巴哈提纲神圣家族 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 他认为了马克思着重对他的实践概念 做了一个系统的散发 通过对实践概念的散发而散发的哈的这样一个哲学 散发的哲学 所以他认为实践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基础 变革的基础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其他的理论 其他的理论都是奠基在对实践这个范畴的说明上的 实践范畴的说明上的 所以同样的 那么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也是通过对实践范畴的一个说明 来建构自己的这样一个哲学 同样的他也从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实践概念开始 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哲学的这样一个变革 必须要从实践概念的重新清理开始 那么在实践概念的这个定义上 他提出了一个定义 他说实践的规定实践的规定 是与哲学和哲学家的诗变观念是相对立的 是与哲学家的诗变 哲学和哲学家的诗变观念相对立的 那么他讲的哲学和哲学的诗变观念是什么样呢 就这一句话他实际上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 马克思的实践呢他代表了一种哲学观念 这样一种哲学观念呢是和前词的哲学观念是根本对立的 是根本对立的 那就是说他不是在前面的这种诗变哲学的框架里面呢 两者则一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 而是对整个以前的这个整个 哲学家们否认哲学和现实的关系直承认思维抽象的这样一个意义 所以讲了什么以前的观念 为什么在一个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它是近代哲学的一个模式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以前的哲学这种抽象思辨的观念呢 还有一个呢就是把哲学和现实把它对立起来 那么作为这个实践范畴 作为实践范畴呢 它在这两重意义上啊 对马克思哲学呢 就是说对以前的哲学啊 做了一个洋气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就形成什么 它对马克思实践解读的两重含义 两重含义 一个呢是从现代哲学和近代哲学对立的意义上啊 来进行阅读 就是说你要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这样一个实践概念 也就是说实践哲学所形成的哲学理念 那么你就要看到实践哲学讲的是一个什么概念 讲的是什么概念 所以他认为呢 马克思讲的实践啊 讲的是什么呢 是一种人的历史性存在 人的历史性存在 这种历史性存在呢 不是和维心主义相对立的维物主义 而是讲的是什么呢 人的物质的生产和精神文化创造的总体 人的这个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创造的总体 那么这个这个为什么他强调这个 人的物质的生产和精神文化创造的总体 就是一个现代哲学的范畴呢 就是我们讲的维物主义和维心主义对立 它讲的什么 它是把人的物质生产和人的精神文化是分开的 是吧 它是分开的 就是它只讲什么 物质生产是第一性的 然后精神生产和文化呢 是从物质的领域里面的 物质生产基础上把它派生出来的 派生出来的 而不是这个文化创造的一个总体 文化创造不是一个总体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它是把这个维物主义和维心主义 就是说谁回答是物质第一性 还是物质第二性的问题 所以它只讲物质生产的这样一个第一性 而不是从这个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创造的总体上去讲 那么马克思和它的对立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人的物质生产精神和文化创造 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 一个整体 就是说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来进行研究 那么正是在这一点上呢 它超出了这样一个近代哲学的 这样一种提问方式而属于现代哲学 这是它的这个第一层含义 那么第二层含义呢 就是它要从这个存在主义的意义上啊 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范畴 实践范畴 他认为他说费尔巴哈以维物主义的人类学 来反对维心主义 黑格尔的维心主义 却没有改变黑格尔的对待哲学的一种思辨观念 就是他和黑格尔一样 都是以一种抽象思辨的方式来解答哲学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黑格尔是对绝对精神的抽象 那么他就把这个能的问题 能道主义啊 也以抽象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的 都是在一个观念的层面上表达出来 所以呢 他虽然强调能是感性的存在 但是在他那儿所说的能得感性存在 只是指得感性的主体而不包括感性的课题 就是他只强调什么 感性主体本身强调能的抽象思维的这样一个形式 而没有看到能得感性的存在 他是什么 他是在感性的课题当中找到自己的证明的 他是在感性的课题 如果没有感性的课题 没有经过他创造的这样一个对象 那么他是不能在外部的世界的这样一个课题当中 看到自己的这样一个存在的 也就是说在他那儿感性的 感性的存在是什么 是不外化的 是不外化的 而马克思哲学呢 刚好强调什么 所谓感性的 是一种这个能的一个对象化的力量 他是应该外化的 所以他在他的这样一个对象化的 这样一个课题当中 来表现自己 来表现自己 来证明自己 所以在这儿呢 所以这个在马克思那儿呢 感性啊 实践是什么 是一种感性的活动 是一种批判的 是一种批判的 因为他作为一种感性的活动 他可以什么 创造人的一个感性的世界 感性的世界 所以他认为这个马克思啊 讲的实践概念呢 是感性的主体和感性的课题的统一 也就是说 他指的是人的现实的活动 那么反过来也就是说什么 马克思把人的现实的活动 不仅仅是物质的活动 包括精神的和文化的活动 都是作为人的现实的活动 都是作为人的现实的活动 那么既然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啊 把这个所有的物质的活动 这个精神的文化活动 都是作为人的现实的活动 那么这个现实的活动是什么 就是对这个实践概念啊 你不能说这个现实是非哲学的 而是要证明这个什么 这个马克思所说的这样一个现实的活动 它是哲学的 它是哲学的 那么在哲学上 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意义呢 讲的是什么意义呢 他认为啊 这一个意义呢 讲的就是现代人的生成条件 讲的就是现代人的生成条件 所以呢 他需要什么 用从能的生成的要素上来解释现代人的存在 现代人的存在 所以他认为啊 他说马克思在提出实践概念的时候 提出实践概念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他 他不是什么像这个先前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说像这个卢卡奇那样 仅仅是什么 为了重新定义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关系 就是说他们是为了重新探讨 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 是为了解决马克思哲学当中 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 没有解决这个 没有解决的这个疑难问题 他而是要讲的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约菲菲尔年就什么问题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是怎样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 留下解释空间的 也就是说他对马克思的这个 和黑格尔哲学关系的这样一个关注 对实践概念的关注 因为以前在卢卡奇他们那儿 讲这个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它是什么 是为了解决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 也就是说哲学史上留下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约菲菲尔呢 在谈这个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时候 他不是为了解决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 而是说马克思的这个实践概念 为我们今天 研究现代人的生存 留下了什么空间 也就是说他是怎样 怎样 趋向于现实的 因为我们讲了 他这个整个法国哲学是对什么 是对现代性的批判 是一种现代性批判的 那也就是说 马克思的哲学实践概念 就他作为现代性批判是如何可能的 是如何可能的 他怎么样 在什么意义上 可以成为一个现代性批判的这样一个概念 现代性批判的概念 而不是这个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对马克思哲学 实践概念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转向 就是说我们是利用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散发 去解决先前哲学的问题 没有解决的哲学问题呢 还是说 我们散发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是为了我们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形态 特别是对现代性批判的这样一个形态 这样一种哲学形态 使马克思哲学从传统的这样一个革命的概念 转向什么 对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个说明 它如何可能的问题 如何可能 因为在这个格兰西卢卡奇那 他们要说明了什么 他们是在一个 就是说革命风起云涌的一个时代 这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 那么在一个革命的时代 他们要解决的是什么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的解答 是为了认证革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但是从这个 联斐福尔他们开始 我们说的 他是二战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作为二战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所要解答的问题是什么 他不是认证革命如何可能的问题 而是认证什么 在一个消费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文化批判 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这显然是什么 一个联究主体的一个变化 联究主体的变化 那么联究这样一个主体的这样一个 它的主题变化了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 你就是探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在这个时候啊 就已经显得过时了 过时了 那么哈特探讨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对于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哲学联究 现代性批判 它是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当他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是怎样为最现代意义上的 社会学留下解释空间的时候 那么就为他 从存在主义的意义上 来阅读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呢 开辟了一个道路 开辟了一个道路 也就是说 创造了一个新的思路 那么对现代性的批判啊 对现代性的批判 我们知道 从一个就说传统的这种工业社会 就说从一个以生产为主导的 这样一个社会 转向一个以消费为主导 就说在这个城市化运动当中 以消费为主导的这样一个社会 它所形成的什么 不是一个 最重要的不是一个阶级解放的问题 而是一个个体解放的问题 这就存在什么 现代性这样一个社会上 也就是消费社会上 能得文化的压抑问题 能得生成它的焦虑 就是说一系列的这样一些 消费所带来的这样一些问题 以及个体和集权统治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所以从这样一个意义上 把它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 它就什么 就从能得生成要素上 来解释能得现代性问题 这也决定它什么 我们说它对马克思的 存在这个实践概念的解释 从能得生成的意义上解释 就形成了它从存在主义的意义上 来进行阅读 存在主义意义上来进行阅读 因为在这个之前 在存在主义 我们讲的这个存在主义 所谓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就是用能得生成要素 来重新解读马克思的 这样一个实践概念 实践概念 有的人说是把这个马克思主义 和存在主义结合起来 其实这个提法是不精确的 是不精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从事哲学创造的时候 他不是把一种哲学 和另外一种哲学 把它结合起来 不是在这两种框架里面的结合 而是要强调的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在这儿所强调 他所说的一句话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是怎样为最现代意义上的 社会学留下空间的 他所要解释的是什么呢 马克思哲学所面临的现代问题 它应该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发生什么样的转型 实际上他是探讨马克思哲学 自身的这样一个变革的问题 自身的观念变革的这样一个问题 自身观念的变革 所以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 从观点出发 他就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作了一个规定和结构上的重新说明 他首先对他的实践概念 作了一个规定 并且作了一个结构上的这样一个说明 那么在对这个实践概念的规定上 我们看一看首先看一看他对实践概念的规定 在对实践概念的规定上呢 他他散发了马克思实践概念呢 他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有两个关键词 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感性一个是需要 他说一个是感性一个是需要 那么这两个词呢 构成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基本规定 基本规定 而他主要是从人的生成的意义上 散发这两个词的实践概念 就是实践规定 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实践规定啊 讲的是什么 就是讲人的感性是什么 在生成的意义上感性是什么 人的需要是什么 需要是什么 所以呢他就讲的 首先他讲 他说如果说要从人的生成意义上来理解实践概念 那么人的生成意义是什么 生成意义呢 就是在人的日常生活层面上体现出来的 人的文化的存在 人的文化存在 他说所谓这个生成意义啊 人的生成意义啊 就是讲的人的日常生活层面上 在人的日常生活层面上体现出来的人的文化存在 所以呢对于实践概念的散发就是要把人的生成要素啊 整合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当中去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人们谈到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时候 不能直谈劳动 不能直谈劳动 而且要谈生成要素 生成要素 那么在原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卢卡齐在讲这个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时候 实践是什么 实践的本质是劳动 包括马克思在这个1840年经济学手稿里面啊 首先是分析实践概念讲的是什么 劳动 劳动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所以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里面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里面呢 这个实践概念呢 它是以劳动的这样一个本体论的散词来说明的 这个这就是卢卡齐和后来的这个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一个巨大的差别 巨大的差别 包括他的这个后来布达佩斯学派 他的弟子们受到这个法国的这个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影响 也是从这个生成的意义上来理解 而卢卡齐呢 他虽然也探讨这个日常生活的问题 但是他的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探讨啊 主要是在劳动这个概念 就是包括他到最后晚年 对这个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说明 都是在劳动的意义上讲的 这个我们上一次课已经讲了 那么作为这样一个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变革 也就是说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 它的一个不同的特点呢 他就认为你谈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呢 不能只讲劳动而应该讲深层要素 讲深层要素 而且呢在这个劳动和人的深层要素当中呢 深层要素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更为重要的方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实践这个深层要素啊 直接的指出了实践概念当中所包括的文化存在 如果你从劳动的概念上面呢 你很容易理解什么 从劳动的概念上面很容易理解的是什么 是一种技术性的 你很容易从技术性工具是吧 从工具的生产能和外部世界之间形成的一种 技术的工具的这样一个关系 但是你从这个人的深层要素来理解 深层要素来理解呢 它所表现的是什么呢 是一种啊文化的存在 因为他讲的是一种人的情感 人的情感 人的意志 所以它是一个深层的要素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就是说他认为啊 只有指明了这个人的深层要素 才能揭示日常生活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人的文化存在 人的文化存在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他首先讲一下什么叫感性 首先叫感性 他说既然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从存在意义上要播出他的深层要素 从这样一个意义上 那么怎么样理解感性和需要 这两个范畴 两个范畴 首先他认为在感性上啊 在感性上 他认为谈人的存在 谈人的存在 仅仅谈感性是不够的 他说如果我们要研究人的存在 仅仅讲感性是不够的 必须要研究实践的感性 就是说我们讲人的存在 为什么仅仅这个菲尔巴哈也讲感性 为什么讲感性是不够的呢 他说一定要讲实践的感性 所谓实践的感性呢 就是指的感性不仅富有意义 而且还是能得创造 还是能得创造 那么他讲的这是什么意思 他讲的这个富有意义呢 指的是什么 符号 语言 观念 等人类文化的成果去认识 所以也就是说 当他说他是富有意义的时候 他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一种能的文化存在 他包括语言 符号 符号 语言 观念 那么他所说的创造 他所说的创造呢 就是包括人的历史创造活动 及其作为成果和新起点的 能化的自然 能化的自然 能造源林和艺术品等等 能造源林和艺术品等等 所以呢他认为啊 无论是人的创造活动 还是作为能创造活动的成果 和新起点的自然课题 都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力量 都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力量 所以呢他也就是说 表现了什么 人的活动反应和愿望 从而表现了 实践是感性和理智 自然和文化的统一 自然和文化的统一 统一统一统